你看她 OK 要姿勢好看 被蔡英文抱在懷裡的蔡翔翔 似乎充滿不情願努力掌脫 蔡英文滿臉無奈拿她沒轍 深色的蔡翔翔跟黃色蔡阿財 通通都是蔡英文的心頭肉 不過未來會有新成員加入他們 這個小家庭 個性溫和的導盲犬 一直是視障朋友的守護者 目前蔡英文計畫 將收養三隻退役導盲犬 年齡大約在七歲半到八歲間 不過由於關底還在修繕中 加上導盲犬要先適應環境 最快八九月才會搬進關底 我們的話基本上會以 就是一般的申請流程來進行評估 那也會確保說狗狗在總統那邊的時候 是獲得妥善的照顧的 但想收養退役導盲犬沒這麼簡單 得先和新四主進行訪談 以及探視未來居住環境 最後藉由兩週到一個月的世代 觀察黨盲犬與新主人個性合不合 整個流程至少要一個多月 未來將有三名新成年加入小英生活圈 原本蔡翔翔與阿財都是由蔡英文同住的 哥哥和嫂嫂照顧 未來會不會一起住進總統關底 目前還沒定論 如果到時注意起兩隻貓加上三隻狗 想必會相當熱鬧 記者張哲無謝偉 SNG小組台北報導